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看我们这一次的 民进党的部分区的 第二名是谁啊 民进党 沈柏阳 黑熊学院院长 对 那个沈柏阳 结果有一个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立委还是记者 去问我们的国防部长 邱国正 说这个沈柏阳黑熊学院 这个部队是什么部队 说他们打漆弹 打漆弹 说是一个社团打漆弹 结果黑熊学院很气 要告 要告国防部长 你打漆弹的咖 你跑来搞抗中保台 你帮帮忙嘛 打仗跑光光 我跟你讲 都闹肿 屁用 然后这种咖 居然民进党让他 当部分区第二名 讲蓝天脸 你希望应该找物质 这种咖当部分区第二名 差不多 当然我是被开除党籍的 我去你妈了 我也不要回你民进党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什么烂 这个烂名单嘛 弄个烂咖来当国防专家 那你看看 国民党的国防专家是谁啊 陈永康 陈永康是谁啊 海军上将 前国防部副部长 海军总司令 他的学问在亚洲 在中美台三方有名的学问 我刚刚开过会 他的研究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人 那这种人当国民党的国防专家 民进党派了一个黑熊学院 打漆弹的 还去告国防部长 那我今天也在这边讲 你妈黑熊学院这个屁都没有用 我说你打漆弹都不如 跟我打架都打不过我 蓝绿白这个三党的不分区名单 董事长怎么样点评怎么看 那刚刚显然看到 你对民进党的这个不分区的名单 非常不满吗 关于是一个第二名的 这个特别不满 因为这个是他属于这种 声率无能基本教育派 那整体来看 他能力很差嘛 打漆弹的咖 你突然间变成国防专家 国防专家我认识一大堆 都跟我一起开过会 一起上过关键 有很多高手啊 对不对 我又参加很多国际会议 我们都有参加 你妈从哪个地动 你们冒出来一个屁 就突然间变成国防专家 就是黑熊学院打漆弹的咖 这种咖你跑出来混什么混啊 被他笑嘛 那他其他的排名上 有比较漂亮 比如说现任的八个 几乎都留了啊 留任啊 关键不是 你要注意这件事情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是总统府发了一个新闻稿 说总统府这一次没有推荐 对 哇这个很严重 这个非常非常严重 因为很简单 我们反过来 你反过来看 侯友宜推荐三个人 叶玉兰 可是他因为政策上 整个被停掉 因为他是不连任嘛 整批不连任 整批都没有 第二个 谢永介 第三个吴宗宪 吴宗宪是新北的法治局长 我讲这个 他是法治局长 他当过十几二十年的检察官 他办过谁 我告诉你好不好 他办过郑文燦 他把郑文燦的干爸爸贪污起诉了 他在桃园不敢得罪当时的县长 他让检察官 他还知道他前途 跟郑文燦会发生关系 他就修理郑文燦 照办服务 然后这个人就是 侯友宜的法治局局长 就是要跑出来担任 未来的特征组的招职员 就是他 因为侯友宜未来两个工作 一个是国安 一个是自然 如果侯友宜不能打贪腐 你知道吗 不能把国防搞好 两岸搞好 侯友宜就不要混了嘛 所以他派了这个 吴宗宪来当法治局长 就是要办这些贪污案 第一案我告诉你很简单 就是谁 就是黄珊珊的哥哥 这个黄曙光的贪污案 就是吴宗宪就办这个事情 一定会把黄曙光这些 搞军火的这些军火的贪污 民进党八年中间的军火贪污 全部掏出来干嘛 太恶劣了嘛 民党贪污 贪了几千亿贪掉了嘛 对不对 然后苏貞昌还敢告我 苏貞昌告我 这个月还开庭 陈思忠也告我 我说BNT贪污 疑似贪污了 我又讲一遍 不然他又被告 所以我讲一遍在哪里 就是看民进党的名单里面 关键在哪里 在蔡英文跟他不打嘎 可是你再反过来看 朱立伦跟何友宜两个 其实他们这方面是有合作 所以蓝军的名单是想要胜选名单 是的 他为了选举排的名单 对那是在接下来选战布局 对他是打选战用的 要打出漂亮名单 然后民进党是派系名单 分张啦 那真的是就派系 然后总统蔡英文不支持 所以他会输哪里你知道吧 然后政国会也摆不平啊 也在那边叫啊 所以我告诉你 这是完蛋了嘛 如果这为什么民调会低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现在你讲的问题啦 就是他这个 派系暗潮汹涌 对他都孤立着 他是单独新潮流在 玩这一局嘛 所以很多民进党 其他派系的人就变成不参与 我不会承认后解 可是我不参与 那应赖还是有这种心结在 非常严重嘛 不严重怎么会 蔡英文你也不是不认识他 他讲话很客气的人嘛 他讲稍微重一点的话 他好我们事可为止 事可而止 他不会出口伤人 他不像柯P从早上开始 骂人骂到晚上 做梦都骂人嘛 对不对 你又知道了是不是 我知道啊 我侦测他嘛 对不对 那我想说 蔡英文跟赖清德的关系 出问题才让赖清德的选情 会拉警报 会有开始会有危机嘛 那你反过来看 柯P的白民众党的名单 怎么样 第一个很简单 他立委干两年 对 这干两年什么意思呢 就是分配原则要干两年嘛 人情包袱太重 我明明只有拿五席 你干两年 你这不是要培养政治人物的概念嘛 因为他过去很简单 你过去你的 你民众党就是 柯P一直在想改变台湾 改变台湾从哪里做事 你知道吧 政治领袖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培养下一代的政治领袖 培养未来的政治人物 然后你觉得两年换一轮 两年 宪法规定四年 你就照四年啊 这两年是分枪嘛 他就让其他更多人 后面的年签有机会啊 你认为曼都老板娘干两年 跟干四年有差别吗 那头发会输得比较好吗 还是怎么样 你曼都老板娘都出现了嘛 还有我讲一句话 没有啊 曼都老板娘也拒绝了啊 是不是 还被拒绝 我找了曼都老板娘 竟然还被拒绝 搞的不是笑话 所以我跟讲乱搞一通啦 这就是 因为柯文哲是一个 他是一个单干户 单干户 为什么我对他们 今天晚上谈会有把握 你知道吗 因为两个单干户 因为郭董也是单干户啊 郭台铭也是他讲的帅 你当他的幕僚少废话 我老郭决定 任何给他意见 少来这一套 我天中一名 这两个是一样一块火宝 你知道吧 两个是刚好一双 所以两个搞得今天变成 一个喜欢哭 一个他的 现在那些帮他连署的人 目前听说已经突破 收押三十个人大关了 对不对 在中间我们也不愿意去谈 我们是蔡总的好朋友的坏话 对不对 但是这个事很简单嘛 这个民众党这个名单 摆的是一个 弄个两年就是哎呀 就在还人情的味道嘛 就是人情因素占得很大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民众党的名单 你去看看前面几个安全名单 平均年龄 是三党年龄 三党里面最大的 说到这个 倒是我国民党的名单 真的让我惊艳到 整个平均年龄才47岁啊 国民党这是 国民党变了呀国民党 国民党不是想赢嘛 想赢 就想赢 所以我刚刚讲 赖清德后面的两岸政策会变嘛 如果他想赢的话 不想赢那就摆烂嘛 就简单 所以我认为说 民众党对这个概念 他搞不清楚状况嘛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 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请不吝点赞订阅 您就 cent兴 请不吝点赞 启点赞 觉得建订阅 什么 温暢 优优独播剂 有 звуч A 健康 盖 卜